就是发球的时候 这个这种杀地呢 有两种打法 是最合算的 第一长焦 第二纸板 纸板 纸板它比较好控制 对对对 纸横板你看反手 基本上又不太伤 它的什么特点呢 我通过打 这个杀地 第一脚底它用不上劲 第二呢 就是这个球台的弹性 没有那个木头的大 而且滑 就是发球的时候 老发丢 哎呦 那个我发的那个 极强的那个球 就发不出来 发的时候就得 多往下走一点 它才会跳起来 然后搓球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就会下网 而且这个网子吧 是金属网子 这两个人应该是我的感觉啊 还是如果在室内的球台 张国志要上风 对 但如果其实这个比赛很难说 因为我就刚才讲了 就是说纸板比较好控制一点 两个反正都是 圆 专业队队员 然后就是张国志一上来呢 感觉接发球 接得不太好 对木桐那个发球 他还没有掌握住 就是从长交来讲 你看张国志反手是长交吧 那你接发球 接发球来讲 就会比较吃亏 对 对方只能发长的给你反手 你要么测身 你用长交接过来的话 这个球就相对比较没威胁 因为专业队相对比较不怕 然后这个木桐进决赛呢 是之前是碰到了这个黄建江老师 然后黄建江老师就这个弃拳了 弃拳了 为什么 身体不好还是 那倒没有 他这个两个人 他还是从基本功上 两个人应该不在一个层面上 木桐应该是一个省级的运动员 然后又经过在社会上的摸打 这个又擅长打这种商业比赛 对一般来讲就是说 实际上业余跟专业 它就是有这种区别 业余打得再好 一般专业来讲 稍微有点水平的 一般来讲业余都不好打 这个两个人不一个年龄段 这个黄老师他在60多岁这个年龄组里面 对对对 也是这个 这个水平很突出 但是这些个年轻孩子 特别是30岁40岁这个年龄 应该是他打的是最困难的 对对对 30岁20几岁他反而好打 对对 经验不丰富 吃了发球 对他这个长脚给遏制住 是 所以有道理 这是进前四名的 就是这个慕童 张国志在进行决赛 然后就是白亮 和那个黄建江 他们三个都是省级运动员退役 嗯嗯那作为一个这个黄老师他进入前 前四就不错了我认为 这个比赛那确实打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500500多人参加的一个比赛 我真是感觉这个有点意外 嗯 打镜头了 如果不是我这个打法特殊 这怎么可能打全国 这这这500多人的比赛 我打第五名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对 刚才你说你说怪不怪 你看好不容易镜头给你了 结果那个人来照相把你挡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张国志呢慢慢的就 这个比分就领先了 嗯 如果第一局张国志拿下来的话 这个木头就不好打了 本身实力要略微弱点 哇 木头这个推挡很好啊 他这个长焦这个拨过来的 这个球很下沉 但是他都能够给他顶回去 不过如果上正常的球台 在室内的话呢 实际上木头这个推挡是比较软的 但是正好是在这种户外 他有点滑 所以他只要挡过去就行了 他就效果就很好 他关键啊 还略微有点疯 嗯 嗯 我跟淡然就总结说 你很喜欢打有风的球台 这个场地 对 这样就是可以 就是更快 哈哈哈哈 我呢就是 希望呢就是 这个风再大 再大一点 我对高手的时候 风再大一点 哈哈哈哈 就是意外就多嘛 意外就多 意外就多 乱中取胜 乱中取胜 哎 你看第一局 张国志就拿下了 这个据组委会的人讲啊 这个沙地乒乓球赛 他们要继续下去 哦 好 很好 第一局 张国志没有出现意外 还是顺利的拿下了这个比赛 嗯 嗯 决赛也是五局三胜啊 啊 决赛也是五局三胜 啊 决赛也是五局三胜 郭老师我咋看着咱俩有点像吗 嗯 你眼睛比我大双很 哪里哪里 你长得比较细条 对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一直给淡然讲说我五关拆开都还挺好 就是 搭配起来也不是很理想 哎 哎呦 这个球迷 不停的找你签字 连一个找我签字都没有 哈哈 没事 下来以后我找你签字 一会儿那个啥 我要求球迷找我签字 好好 上次他们也是很久很久都没人找我签字 后来拿了一张纸给我 叫我签在右下角 他把纸叠折起来 结果我切完以后他打开 向你借款十万元 所以签字还是要注意 张国志这个优势慢慢就发挥出来了 现在他的一个是发球这个环节 木桐有点难受 他侧身侧不开 他就顶他那个反手 又来了 他一看他这个沙地上侧身不容易 他就顶路他这个顶路的反手 反手球 你看这个球如果从正常的球台 根本过去一点质量都没有 但是就在这种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球台下就得分了 所以运动也要因地制宜就是这样 你要应变然后还适应 还想出那种有效的那种招数 确实很重要 所以有些运动员呢 就他他有教练的时候他打得好 没教练的时候他就不如对方 有些这样的运动员 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 有些人就喜欢提醒 有些人喜欢你不用讲 我知道怎么办 张国志这名运动员呢 就是我们经常合作比较多 他也是我们博平网 长脚板块的管委 所以 管委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那个板主就是负责人 哦 群主 板主 我们叫板块 他就是板主管委 张国志呢就是目前来讲啊 我感觉中国这个长脚界 就是这些个除了专业的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得张国志者得天下 他基本上就是最高水平 就如果是专门的长脚比赛的话 也不是专门长脚 就是对在长脚运动员比起来 他的业余战绩非常好 他经常的战胜国家二队的啊 省队主力啊 这个层面 打很多商业比赛 很多组队的时候 都会邀请到他来组队 比较热门 这局 张国志三米七落后 你看这一局 你看木桐的测身 就加强测身了 他不测不清啊 他不测不清 对 他对足反省肯定下风 然后这个风 场地上的风有点大了 这种球 这种球台喜欢 一般来喜欢打内风 顺风很难打 因为弧线不好制造 现在这个 长脚界呢 公认的哈 就是长脚现在 用打得比较好的 这个业余的 徐晓峰 算是一号人物 徐晓峰 就是全国球王比赛 打过第二名的 山西的 就是徐晓峰说 他推党特别好的那个 你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了 我可能知道因为我那次比赛我都当教练嘛 但是我印象见的人就知道了 徐晓峰呢 也是国平网长焦协会 就是我们叫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 你可能是达不到前几名的这个手机了 人家都会对付你了 这怎么弄呢 你就改变 就是导板进攻 连续进攻 连续进攻 用长脚进攻 是是是 他的这种各种这个手法 就是又推陈出心 瓜 瓜呢 是一个比较老的技术 所以我用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瓜呢 他也是 年轻的 长焦 年轻的长焦老运动员 我这个就就说不上了 自己瞎打 你像徐晓峰 他都是参加全运会的 群众组的 成绩还可以 也就是说他具备业余的选手 因为有个一面长焦 它具备跟省级运动员对抗的这种 现在木桐10比8 这不会追到10比10吧 一切皆有可能 关键是谁发球 木桐发球 把这个球接好就有这种可能 怎么样都要发长球 发短球这个过来球非常难 长了吗 又弄了 这是很关键的一分球 因为1比1个2比0 根本就是一个天一 那基本上就崩溃了 因为双方的实力太接近了 现在第三局就有一个关键 我们叫天王山 天王山之战 所以说像这种比赛 实际上实力差一点都不会差很多 除非差很多的实力没话讲 实力差一点的话呢 随时随手都很难说 看发挥 然后看战术的应用 应用是吧 我这不小心都把那附近平 那个普通话都运用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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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卷的不卷的 这个闽南话 这个还是在中国了 比较好听的一种 那种一阳顿挫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那个闽南语的歌曲 闽南语歌呢 唱那个比较悲的歌 特别好 他是从日本那个演歌 很多从那出来的 都很悲情的 失恋的时候啊 越听越悲 所以人家都会说 郭老师给我们唱一个 爱评才会赢吧 不要以为我只会唱那一首 好不好 第三局开始 第三局比赛开始 发球 接发就准备 第三局 孟童发球 孟童的这个 今天这个发挥 还是比较正 还可以 哇 又差遍 你看刚才第一局的时候 张国志第一个球也差遍 张国志接这个发球 他这个手法 其实 因为是什么呢 他这个 我俩这个聊天的时候 他在跟我讲 他这个长交跟谁学的 就跟广东的一个长交名叫 四交大千 他的这个手法呢 跟专业队的这个 像邓雅平啊 不太一样 他就是下选球 他往上斜的 就是往上提一下 过来那个球呢 有点晃 有点沉 飘 对那个球 对那个球分不规则 基本上你跟长交呢 你最好不要发太短的球 他接太短的球很好 你要么长球 要么半长不短 让他有点发不太出来的 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刚才啊 木桐发球 发的半长不短 你看一下 木桐那个 木桐那个风劲上来了 这两个球都是把张国队给防死 对对对 打打打做事情 你看他就不是很常 杀 所以纸板呢 我就讲纸板呢 在这种场地 比较 比较容易发挥 比较容易发挥 所以如果说木桐之前 稍微略为 弱势的话呢 那么他这个纸板的打法 基本上弥补了 他这个就 也是 打上了 打上打上 那可不一样 四比人和五比 那为什么他说没打上 没有打上 没有打上 是吗 没有 对不起 张国志还是很有礼貌 很有羞养 可能是打上的 那故意让他一个 张国志这个孩子 整体上来讲 是一个 个人素养非常高的 你认为他是孩子吗 他的孩子都上学了 他都三十多岁了 哇 他长得像孩子 哦对 大眼睛 那你是说他幼稚 娃娃脸 你是说他幼稚 还是长得小 他这个外观呢 很年轻 对 我有时候老感觉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他二十几岁 是吗 炸 炸 你看这就张国 这就测不开谁 用长脚打死 他又测不开谁 不是 正常他测得开 对 但是现在没卖 脚底下软啊 发软 对 而且他现在有点累 我感觉 他刚才在这里还休息 他这个昨天晚上的发烧了 哦 我带他去 是吗 我带他去买了药 3比8 这个地方是天气早晚 温差很大 所以要注意穿衣服 4比8 换发球 8比4 今天木虹打得很疯 对 这个球 嗯 你看这球不能发太短 太短 他一拱过来两边你很难哦 他下一把还有了 半长路短 好球 你发到你还正手 这就把这个悬 要么发长球发反手 或者发中路那边讲 这个球要是被张国芝赶上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因为这个士气是不一样的 但是木虹今天这个发挥确实可以 状态不错 对 丰富 他两板这个必赢的球 对对对 那么大力量拿过来 有几个那个有几个关键的球 就是回合很多啊 或者该输了 他没输 赢下来这个 厅长 厅长士气 啊 嗯 裁判 稍微弄一弄 给这个张国芝 也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哦 漂亮 你看 变了一个正手 他侧开身一拉 他给他用长脚给他变了个 难度很大 对这个难度很大 所以吃身的话呢 从木头来量也不能太轻 连丢三分以后这个心态都会变化 对对 但是这个发球 我这个身中了 这个8比8的球 木头这一板就太轻柔一些太轻 然后这样这个悬念就就悬念重生了到底 对 路是水手 他很难预料 很难预料 现在就是等于0比0吧 对 1比1 8比8 对 其实木头有点保守我感觉 哦 8比9 木头应该发张国芝的反手场景 丢了5分 丢了5分 他战术上有点错误 这个在思想上偏保守 你进攻呢就不能那么软 他忘了刚才那个分是怎么得到的 走 9比9 还得上手 不上手 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你看这个球 木头就加大一点进攻的这个质量 9比9 走 上 哇 直接直接发球抢弓 嗯 他反手推了一个好像 木头加大一点进攻的这个质量 上 上 这局张国芝追的不错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把握的机会 从整场球来看我感觉啊 就是张国芝还是被拼的 这个位置摆的 被位置摆的不是很正 你知道吗 就是拼跟被拼 这天差地别 第四局的比赛马上开始 这局应该是 张国芝发球 对了 开始了 放一点 嗯 好 张国芝现在就是说 一定要 拉不上啊 这个球有点 对 他接受对不上 就对不上 这个球 位置 要摆在拼的位置 就是要 不然这个球不好打 对 不好打 今天目前的推挡 有点出乎意料 嗯 就能够挡过去击板 拉丢了 换发球 二点 但是你虽然摆在拼的位置 但是你要防止什么用力过度 对 就走两个极端 你要么太软 像刚才 那现在你看拉丢了 就是有点 有点过凶了 一 但是我往往是讲 就是说 有时候 自己不一定对 但是对方犯出 也会 帮你 成就一些事情 是吧 对 哇 很焦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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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扭 小小别道 小别道 小别道 三起二 张国志擅长打这种逆风球 嗯 我看过他很多比赛 解说过他很多比赛 就落后以后 落后反白为胜 反白为胜 那以后这样一上一上来 将上先让对方两三分 你看 那个木桶 反正我球就先过去 你看 张国志不测身 就行不了啊 对 他就拿推胆 往上推 往上推 这个球很重要 很重要 你现在等等 在对反手的时候 木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到底是还是这样呢 还是我家 家里 家里可能就失误 但是我还是这样 我一个旁边的地方拉 所以这个球赢得很重要 肯定要多用正手了 木桶 你看还是多用正手 上 三比四 三比四 所以这个一分球都要老命 你看三比四跟二比五是什么感言 二比五的几乎比分要被拉开了 三比四又焦灼了 三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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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场地的原 其实张国志这个测身 他这个正手很厉害 但是今天测不开啊 他刚才是反手有什么失误了 他怕木桶测身 所以他想想加直接的分 或者是加大点这种质量 就丢掉了 三比四 又是进台给防死了一个 嗯 进台还是要拉 啊 进台防这么好 嗯 这个反应 不是 这就是说也算临场的一种发挥嘛 嗯 可能平时不一定挡那么好 今天反正 有时候你 五平 嗯 现在还很难说 还很难说 比分还是一直在 在拉举 对 拉举 很焦躲 焦躲 就看谁 这个小战术用的好 例如说在对反手的时候 是是变线呢 还是车身 哎 这个你自己 漂亮 你看张国志这个长焦啊 他反手有点东西啊 他不只是拱 他有时候是 拱这边 有时候往下压的 对对对 他有时候从高头往低头压 对对对 他不只是一种旋转 一种速度 一种节奏 人是不能表扬的 这种场地短球去播 是很不明智 对对吧 你打你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 短球 除了你长焦可以 可以拱一般 还是戳啊 什么的 哇 吃了一个花球 这个比赛挺好看的 从比分上来看就很好玩 如果说这局 张国志 打到二别的话 你说第五局都精彩 对吧 决赛的时候打到决胜局 哎 有风了 像风大了 我认为张国志 我认为张国志偏凶 总想一般把对方拉死掉 他有办法主要是他这个反手是长焦 但是他给他正手 然后呢 你的旋转都是使的 对吧 你知道啊 旋转是固定的 关键时候木头发了一个球 对对对 他这个你太想发转了 因为他这个台子啊 弹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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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不好制造 下人哪 差点 差点又一个发球球 对对对 你越想这个时候 发的高 之前应该说比较滑是吧 应该是 有点滑 这个球台它不是滑 它弹性上 弹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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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以后往上跳的高度不够 所以你你第一跳 原来你想的往这发 我后来打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发球 太近往了 然后就直接 我后来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直接往下砸 对我就直接往下砸 往下砸 那至少说能发到台子上 第一往下砸 第二你第一跳要离边线近一点 离球而远 对对 这个我觉得莫名其妙的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减少五位收就是 就是一种不容易就是吧 就是合算的 对方15多你15多就合算 叫像省钱就是赚钱 对对对 9比8 我看这种比赛怎么会紧张呢 那你说在这结束比赛 嗯 可能你有点倾向性吗 我是没倾向性 你不是说倾向性 这个 谁拿奖 都一样 对 你也没有多也没少 你还是五千亿 哈哈哈 哎呀 这是9比9了 这个时候是考验球员 毅力耐力 这个 精神层面的东西要多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发球最好 不要让对方判断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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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发球的时候呢 还要把下一板要想好 对 那下一板的下一板还要想好 这是比较复合性的 张国志能不能顶一板呢 打到十平 啊 啊 啊 杀 杀 杀 最终 呃 这是要一定要讲的 哈哈 而且奖金拿了五千亿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嗯 我们下次再会